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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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眼看到底 你看了两年以后的路要看清楚 这个路全看清楚之后再决定做不到EP5 是你是不是适合做EP5 我大概只能讲那么多 请燕林女士讲 是这样的 我刚刚看到120个中国金主 这个肯定是有现实的原因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中介机构 他们每年在固定的北京 上海 广州 这几个大的城市 包括一些二线城市 都会有每年定期的会举办很多的讲座 那他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 一般像中介机构 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融资 所以他基本上是风险部分是不讲的 他一般给客户承诺的就是说 你这个资金我五年之内一定退款 而且绿卡是肯定能拿到的 那一般如果说你来咨询专业律师 律师一定会告诉你 首先你如果说做投资移民 EP5 你如果去看专业的法律条款 你就会看到你所有的投资 一定是风险投资 一定是风投 如果你是说像银行定存 或者说是像这种房地产的 你一定有固定回报的这种 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太大风险的 这种一定是不能够加入 EP5项目的 所以说呢 首先就是所有的EP5项目 一定是有风险的 就像入股市 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可以看好这个股票 你可以分析它的这个金融状况 你可以分析它的财务报表 但是最后这家公司的 是赚还是赔 那讲到EP5 它到底是这个项目 是能够做得起来 还是做不起来 这个其实都是一定要有风险 移民局才会批这个项目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风险 那很多人就是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国内的土豪 你去在做这个 决定做EP5的时候 他会很多时候 就会跟中介讲 撂出一句狠话 说我钱可以不要 我只要绿卡 这个话呢 其实如果说是 你有看过移民法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因为移民局它是认为 你如果在两年之内 项目成功 而且呢 你这个有创造 十个就业机会 在这个前提下 才会给绿卡 所以一般的结局就是 要么人财 绿卡都有 要么就是财和绿卡都没有 一定是这样的状况 不可能存在说 我钱没有了 绿卡拿到了这样的情况 正常来讲 是肯定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就是有点两极 所以说 刚才也就像这个 研究律师说的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里边 也有一个 其中也提到 说这个当地的 这个南科州当地的政府 为了这个推广 它这个EP5的这个项目 曾经跑到北京 在北京一家 这个五星级酒店 专门开一个 很大的一个推介会 其中呢 它还有政府官员参与 另外一个是 跟这个项目的一些 这个主要负责人呢 一同参加这个推介会 在这个推介会上呢 就像这个中国的 一些这个投资人呢 就向他们宣传说 这是有政府参与的 而且呢 这个项目的 这个将来啊 这个会有比较好的 这个预期 而且呢 大家就放心 绿卡和钱都会拿到 但事实上 当时很多中国人是信了说 因为我们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政府参与的 这种债券 是吧 或者说这些 投资项目的话 都是基本上是有靠谱的 所以说这个是 后来就是这个 这个大家在分析 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说政府参与的 这个EB5项目呢 也不一定完全就是可靠的 而且就像这个 刚才艳聚律师说 一个标准就是说 看看它是不是风头 这个这一点还是 移民局只看你 这个标准到没到 不是看你有多少钱 是 而且这个政府参与 在美国跟在中国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中国非常的相信 这个官二代 富二代这种的 但是在美国 你即使是官一代 你也并不见得 你能有什么样的 生杀大权 你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公开场合 做了无数的承诺 包括他在竞选的时候 包括他在国会的讲话 他说要做移民改革 他要提高最低工资 但是他最后这些事情 都没有做到 因为他包括奥巴马总统 对吧 一国之军 他的这个行政范围 他也是有限的 他只有行政方面的权利 在美国还是比较 还是完全按照宪法来走的 这估计还有一个官司会出现 我觉得 这个不会这么了了 对 现在就是 就是这个好多中国人 就是组成了一个法律团 就是来 一定要打官司 因为政府出面非常不好 对那还是有问题 是 而且这种官司 我觉得也是旷人持久的 也不是因为是跨国官司 也是很麻烦的一个官司 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这个研究历史 请问就是说 在分析它这个EB5 还有哪一些 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指标 来评估 或哪些项目比较好 有人说 比方说 它这个资金来源上 如果有银行贷款 可能稍微好一点 或者有没有 其他方面的指标 来评估它这个风险 这个还贷顺序 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因为它任何一个项目 它不太可能 只有这个投资人的资金在里面 它一定还会有银行的 甚至可能会有 政府的投入在里面 那你一定要看 你这个还贷顺序是什么的 如果你还贷顺序比较靠前 那相对而言 这个项目就比较值得投 这些都是应该要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是 刚才我们提到说 这个政府是不能相信的 特别是在美国政府 大家有时候还是严格 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走 就是现在就是算是在中国 恐怕有一些官二代 富二代恐怕也不可靠了 现在是吧 这个打老虎打的 是吧 大家都已经对这个 是吧 也是按照今后 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渠道 我想一比五的 这个人越来越多 跟中国的反腐是有关系的 是 但是觉得都不安全的嘛 以前这个钱来得很容易 是吧 现在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而且想 将来可能还会 波及到他们自己 就赶紧出来算了 是 而且加拿大那边的 这个投资移民 基本上也是属于关闭的状态 所以美国这边呢 还是还是一个比较欢迎的状态 另外就是除了这个一比五之外 还是有跨国公司经理这样的方式 可以作为投资的 所以并不是说一比五这边要排期了 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还是有其他的途径是可以走的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其他的这个富人的投资的一些方式 土豪投资方式吧 这个另外一种呢 就是叫跨国公司经理 跨国公司经理呢 它是属于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 第一优先里面的第三类 它是叫跨国公司高管 这个高管呢 它因为是第一优先 如果大家看每个月的排期表的话 第一优先从有排期开始 是从来都不需要排期的 但是呢 它也相订的有一定的要求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一个公司经营的是不是好 通常是看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它的营业额跟利润方面 财务方面 第二个就是看它的雇人方面 那你换位思考一下 很多中国富人觉得 我钱来了 你是不是就应该给我 但是美国移民局 他当时设立这个法条的时候呢 他的想法是 你仅仅钱 资金进来还不够 我还需要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解决我的就业 所以才会有这个 你一定要顾满十个人的要求 这个跨国公司高管呢 它也是 你需要在美国进行一定的投资 要从事一定的商业活动 但是呢 它的跟这个EB5不同的呢 首先你在国内 也必须要有一家公司 而且你国内公司 所有的财务报表 所有的这个员工的情况 也要全部提供给移民局 这个EB5就不需要 你不需要在国内是有公司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在美国呢 它不存在有临时绿卡 正式绿卡 它如果说拿到 就直接是正式绿卡 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就首先你也要投一定的资金 另外你要有一定的生意往来 而且呢 这是在雇员方面呢 它没有明确要求要十个人 但是根据我们实践经验 如果说你的这个 在美国的公司 没有雇到十个人 实际上也是很难批的 另外呢 它是叫跨国公司高管的话呢 你底下一定要管人 管人的 而且你不能全部多管 就是最低收入的这些人 你一定要是 既然是高管 你要有管理人 你要管理管理人员 就是你一定要 比方说你是总经理 那你下边呢 一定要有销售经理 市场经理 还有财务经理 然后这些经理底下呢 分别再管一些人 那这样相应的 你这些经理的收入 就不能是最低工资了 你至少一个财务经理 你不能说 我一年给你一万五 你至少得给到两三万 你才是合理的 所以说这一条呢 实际上它跟投资移民 EB5也很像 但是呢 它因为有国内公司的 这个要求呢 所以可能有的人 不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呢 这个EB5呢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大的项目 到中国去融资 所以它有很大的财力物力 而且有很大的动力 到中国呢 去做这样的推广 但是你这个EB1 这个跨国公司高管呢 绝大部分是土豪们 自己有钱 然后自己想到美国 来做一个生意 这样的话呢 所以你接受的宣传 会比较少一些 但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渠道 是 这个是跨国公司啊 这个这样一个渠道 也是不错的 它对这个国内的 这个公司的规模 有没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呢 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实际上我们觉得 你一个公司 至少要有25个人以上 而且你的这个 每年的报税情况也要好 因为在国内这个税务方面呢 可能没有美国这么严格 很多人在这个为了省税呢 可能税务报表做的 不是很好看 那这个其实在美国移民局 审核L1这个跨国公司高管的时候 还是审核的非常仔细的 所以在这个税务方面 跟员工方面 都是很有要求的 好 我们看了 就刚才这个燕女律师讲了 这个通过EB5 还有这个跨国公司经理 这都是一个投资移民的 一个比较好的渠道 同时我们还想问一下 这个今后这个移民这个方面呢 它的这个方向 有没有比较 这个其他的一些一些类型 或者说是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 这个移民的这个方式和渠道呢 看是哪一种吧 因为移民总的来讲呢 它分为这个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 还有这个投资移民 另外还有一些 比方说政治庇护啊 这样一些类型 看每个人的不一定 我们目前碰到的 很多的一些情况呢 就是绝大部分的人移民 其实都是为了孩子 为了下一代 那下一代呢 很多人选择 比方说孩子自己 到美国来读书 这种一般出现在 初中生高中生 这样的阶段 那这样的阶段呢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呢 就是可以在这边 直接上寄宿学校 这样父母就不用跟着 可以再继续 这个年龄卡的 什么是 初中大概就是 十六十三岁的 这样一个年龄 十三岁才可以上这种 初中的寄宿学校 如果说是小学的话 通常就没有寄宿学校 像非常的少 而且签证 肯定就不容易签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很多 父亲或者母亲 一方他做出牺牲 决定在美国陪读 然后呢 父亲或者母亲 自己到学校 去申请一个学生身份 这样的话呢 他的孩子呢 就可以相应地成为 这个学生的dependent 就父母亲是F1 那学生就是F2 那这样呢 也可以在美国上学 而且呢 如果母亲是有效的 学生身份的话 孩子还可以去上 公立学校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 我们碰到最多的一种情形 对 非常普遍的 我觉得 我周围有朋友 是这种类型的 好 让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呢 我们之后呢 继续我们的话题